如果緊身內褲一直勃起 會不會前列腺發炎? 我跟你們說 這個會牽扯到兩個問題 你們還記不記得我之前有說到 陰莖會勃起的原因 我希望你們可以再... remind 你們可以再回憶一下 陰莖不是只有慾望才會勃起 陰莖在很多情況之下都會勃起 那這樣子其實最後一題我可以一起說 好,包尿布為什麼會勃起 勃起的原因第一個 摩擦 摩擦呢,只要你的陰莖有摩擦到 碰到,就會勃起 但是這個也不是 每一個人碰到都一定要勃起 你們聽得懂在講什麼嗎 就是你們在青少年的時候啊 青少年尤其那時候 性開始發育的時候 有些人騎腳踏車 在摩擦跟那個坐墊摩擦的時候 就容易勃起 比如說騎腳踏車啊,騎車嘛 只要有摩擦 或者是側睡,夾棉被 夾枕頭 夾棉被夾枕頭的時候 側睡的時候 側睡 或者是你正躺,棉被蓋在上面 也有可能 睡覺的時候 再來 最後一題 包尿布 包尿布 它也是 跟陰莖摩擦 所以 為什麼 小孩子 沒有性慾 或甚至嬰兒 怎麼剛生出來幾天 就會勃起 是因為 它性早熟嗎 當然不是 因為尿布 刺激到它的陰莖摩擦 所以它勃起 另外一個原因 反射 反射呢 就是因為 我講簡單一點 就是因為脹尿 因為你想尿尿 所以身體會暫時用反射的方式 讓陰莖勃起 讓你不會尿出來 這是一種反射 反射就是不經過大腦 沒有想的 也沒有意識的 它就是一個反射 你脹尿它就反射 就像敲膝蓋會踢出去 它跟大腦 沒有經過大腦的 所以 退脹尿 的男生 或早上起來 有一泡尿 很多尿 你就會勃起 或者是 學齡前 或者是青少年 還沒有發育之前的小孩 欸? 你還沒有發育 你還沒有荷爾蒙 你為什麼會勃起 這個時候的小朋友 勃起 要嘛就是 穿褲子穿太緊 包尿布 或者 你就說 是不是想尿尿了 百分之八十 都是因為想尿尿 好 再來另外一個 叫做夜間反射 這個呢 夜間反射是 你們當事人 不會知道的 你們不可能知道 你只要在睡夢當中 你只要在睡夢當中 他就會出現 一個晚上三到五次 不等 那如果這個最後一次呢 他剛好出現在白天 那麼就會是 我們看到的沉伯 那如果他沒有出現 那就也不會怎麼樣 那或者是因為 脹尿他也會出現沉伯 會出現沉伯 叫做早上出現的勃起 那早上出現的勃起的原因 有可能是脹尿 也有可能是夜間反射的 最後一次 那回來 剛剛那些那個問題 他說 如果因為 如果因為緊身後 半夜一直勃起 是不是導致前列腺發炎 當然不會 只要你不是有 慾望的準備 勃起 像剛剛講 最後一個 就是慾望 慾望 這個慾望的勃起呢 就會在你勃起 有性幻想的時候 精液啊 那些前列腺會開始準備 只有在這個時候 精液才會開始準備 要射出來 如果你在每一次 有性慾的前提下 都一直不射 一直不射 一直不射 有可能會造成前列腺的傷害 這個之前也有影片講過 你們自己去查 那 本人是不會知道的 可以嗎 可以嗎